现在很多人买车都不会选择买二手车 二手车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哪有买新的车好 一般提到二手车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别人开过一段时间 不管在外表还是配置都会有一些损坏了 基本上都是没钱买新车才会买二手车 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二手车 都是别人开过一段时间的 有的二手车可能说是9.9成新 这些车真的是人家二手不要的吗 能买吗 有人就会纳闷了 为什么会将一辆基本没开的车就卖了呢 这样的车应该很少 的确是 基本上随便开开就卖了的车主 一般都是些土豪 当时买车的时候就只是为了一身新鲜感 而新鲜感过了之后 又看见其他中意的车 就会将几乎没怎么开的车给卖了 不过这样的车很难遇到 而今天说的9.9成的二手车 来源并不是这个 一款车想要为人所知 必须要走车展这条路 现在各种各样的车展特别多 在车展上会拿一些车型出来展示 展示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了 而且展示当中会发现不可避免的事情 比如经常被摸来摸去 蹭来蹭去 汽车的外观会蹭花一些 或者是经常要去擦拭 车展结束这辆车就不能跟新的一样了 也就没办法卖出去了 只能交给经销商处理 而经销商也不过是 转给二手市场处理了 其次就是一些车辆的保有量比较大 而且又没有卖出那么多 就成了库存车 此时就会选择卖出给二手经销商 或者是低价卖给店员 店员拿去卖从中赚一笔钱 这其中就会有一些试驾的车辆 这些试驾的车辆在6月之内也是需要处理的 最后就是一些商家做广告 办一些抽奖活动 其中奖品就有汽车 中奖的人不想要这些汽车 就会卖给二手市场 这种车就跟新车没有什么区别了